所以記得Visual Bay打開來 把它稍微縮放一下 本來它佔滿整個畫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畫面不要讓它佔滿 盡量讓它縮小一點點 大概可以讓它移動 那為什麼需要讓它可以移動 因為我們將來要撰寫的VVA程式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著你到底需要做什麼 你去撰寫後面的程式就好了 OK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做什麼事呢 我希望先把 這裡面 第一個我們從沒有開始先把它清除掉 清除我先用這邊的清除 那如果說今天 我用手動清除 那首先的話如果我今天 用VVA撰寫程式 那首先第一個我要先從Visual Bay打開 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那個按鈕 不是錄製的 你要自己產生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插入模組 在模組如果已經有一個模組 你就不用重新插入 你可以在下面繼續撰寫 然後在上方 油壓放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 如果說我今天的希望 那個程序那個按鈕名稱叫 萌號好了 那我可以在 這個名稱上面 我取名叫萌號 OK 那我就把這個門號兩個字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按個確定 按確定它會幫我做什麼 基本上 其實 它主要就是幫我寫 這個 這兩行程式 有沒有 產生一個sab 這個sab 是叫門號 後面有一個 小瓜壺 這個小瓜壺 預設是空的 以後如果你要傳一些參數 可以從這邊傳遞 目前是沒有沒關係 那Enter sub 所以這個是頭 這個是尾 中間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寫一些程式 那前面有個public public的預設就是我要共用 就是別的 別的 專案也可以呼叫到他 有點像我那個 像網方共用 預設就共用就對了 目前我們是一個專案 所以沒有 共用的問題 所以你的public 有沒有 目前是 不重要 所以你這部分 可以先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我要在這個地方 幫我把什麼呢 幫我把 這個 Excel裡面的哪一個呢 這三個東西 丟到這裡面來 OK 前面要加什麼 加09 OK 就像我們之前的那個寫法 09 然後串這三個 幫我把它最後放在這邊 特別注意喔 這種寫法 在VBA裡面 你可能要先學會 第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名稱呢 就是儲存格 特別注意喔 這個儲存格 的 物件名稱叫 Sales Sales加S OK Sales 實際上指儲存格 那接下來的話呢 刮鬍 刮鬍之後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因為 這個所謂的Sales 指的是 所有的儲存格 可是呢 你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啊 那接下來我要告訴他說 我的儲存格在哪一列 Row Row指的是哪一列喔 那我在第四列 有沒有 假設我要輸出的先寫在前面 逗點 那 藍的話 Column 他問你說Column在哪一藍 那當然你有兩種敘述 一種是輸入5 就是第五藍 不過呢第五藍 有時候不好數 假設你今天是什麼 U藍好了 那U藍是第幾藍 A B C D 你太難說 所以喔 另外一種寫法 你直接什麼 用那個 1 這樣的敘述也OK 不過呢 用5是要數字 那1的話是要文字喔 意思說喔 在1藍裡面 OK 那特別注意喔 輸出 寫在前面 那 就是說你將來要輸出到哪裡 寫在前面 後面加個等號 那你要輸出什麼 寫在後面 所以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 09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串接 前面在Excel 其實有點像Excel編輯 這個編輯裡面的敘述 09 有沒有 AND 然後什麼呢 我要 再串接 這個電信頁子 可是特別之外 我們之前是 點一下它嘛 但是 在VBA裡面喔 你不能點一下 你要告訴它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在哪個位置 在 所以你還是要Sales的第四列的 F欄 所以其實 跟這個蠻像的嘛 我的習慣是 就拿這個複製貼上 不過複製貼上有一招更快 拖拉 加上Ctrl鍵 把這邊改成F 有沒有 09 那個儲存格資料 幫我串在一起 丟到 我目前指定的這個儲存格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AND前後 VBA跟資材編輯不一樣 AND前後不用空白 可是呢 在VBA裡面有個規則不一樣 AND怎麼樣 前後要加上空白 好 那如果我先寫到這邊好了 各位應該知道吧 把後面的東西串接完之後 丟到這裡 所以它會0911 丟到這邊來 那我們可以执行 先执行看看好了 那怎麼執行呢 上面有個執行 有沒有 Play OK 試試看 Play一下 你會發現 911就出來了 那為什麼911 因為裡面都是數字 開頭是0 就像你們輸入那個英文 把輸入手機號碼 它自動把0去掉 除非說什麼 你要把格式改成文字 它就不會去掉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還可以再繼續寫 我後面什麼 09 後面的話 串接什麼 所以空一個END 串接一個減的符號 有沒有 減的符號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再輸出一下 09 有沒有 因為多一個減的符號 減的符號不是數字 也就是你輸出的時候 全部都數字 它就自動幫你把 第一個0去掉 但如果裡面有非數字的字緣的話 它就會幫你保留0 OK 後面的話 應該可以理解吧 0911 後面就084 可是目前是84 那我們之前有一個方法 要Tex 可是呢 特別注意喔 那個Tex函數 是在 Excel裡面的函數 可是VPA裡面的函數 它不叫 Tex 它換一個名稱 叫Format 所以呢 你可以 END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類似的方法 我們本來是Tex 但是我把它改成 Format Format 什麼呢 我就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那個什麼東西 Format 幫我把 所以你會發現我為什麼 為什麼要 那個把 這個 VPA的視窗縮小 因為我們可以 一邊看 上面的需求 一邊寫下面的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這一欄叫 G欄 所以你可以 Format 刮鬍之後呢 把 這個 Sales 第四列的 那個 G欄 這邊把它改一下 複製過來 有沒有 然後呢 特別注意 它的規則跟Texter差不多 逗點 前面我們是 給它 雙 一個雙引號 000 還記得吧 那個000指的是有三碼 然後後刮鬍 所以其實 它的用法 其實跟那個 Texter還蠻像 Texter 放資料給它 格式化成三碼 OK 那我如果把這邊 再執行一遍的話 這邊執行你會發現 084就過來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接下來呢希望把什麼007也加過來的話 其實程式 你可以再把什麼呢 這個後面的減的符號 其實就從這邊嘛 0911 然後減的符號 084 可以從這個空白 到後面 把它再複製貼上 所以按Ctrl鍵 把它拖拉 順便 加一個 放的動作 這邊把它改成 等於複製貼上 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H欄 也就是把H 就是7的這個值丟過來 然後幫我格式化成三碼 並且丟到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0911 08007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邏輯吧 OK 所以把它拉寬一點點 剛剛的 完整的程式 就寫成類似像這樣子 意思是說把後面的東西 幫我串接完之後呢 幫我丟到前面的指定儲存 裡面 OK 不過目前的話呢 只有完成 一個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底下 有第四列 一直到 下面好像103列吧 那可是如果說你要 把這些全部都完成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啦 比較笨的方法 把這一行複製貼到下面 把這邊4改成5 有沒有 然後改成6 可是不對啊 那這樣的話 可能103列啊 你可能要貼 貼快100次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當然就不是 用那種 就是複製貼的方法 你可以再跑個回圈 那所謂的回圈 就是重複做 什麼樣的 重複動作 那那個 我們可以怎麼樣 給一個範圍 第四到103你幫我把這個數字產生 並且幫我把 那個值丟到我們指定的位置 他就會自動幫我完成了 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最重要是這個 觀念裡面的Sales 把後面的東西 所以慢慢習慣 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去 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以後我們在撰寫程式就會越來越輕鬆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盡量不要死背了 這裡面都是理解的 盡量用理解的方法 然後你就知道說 原來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把你要的結果丟到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 先輸出那個第四列 單一個 儲存格的資料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不是只有單一個 一個儲存格 我希望所有儲存格都做 一樣的類似的事情 該怎麼做 那麼多了 我們從來